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林慈信 欢迎收看空中神学讲座 与神学有约 这次讲的主题是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八章 我们在讨论一个基督徒 怎么能够感受到 有把握有确据 自己是得救的呢 我们上面说过 有三方面 第一要抓住上帝话语的应许 二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见证的 三圣灵所借的果子 诸般的恩典也为我们做见证 但是这个得救的确据的感觉 不是信心本身必然有的 很多时候基督徒有真的信心 但是需要有长期的等待 那为什么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确据会减少会软弱呢 像告白第四段告诉我们 有种种的原因的 疏忽持守得救的确据 陷入特别的罪 以致良心受损 圣灵担忧 或者遇到突然之间的 或者猛烈的试探诱惑 或者上帝就是按照他智慧的计划 暂时不用他的脸光光照我们 或者甚至允许那些敬畏他的人 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 这个不是上帝不爱我们 就是他爱我们 他的奇妙智慧的计划 会包含这些的很困难的岁月的 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 旧约的雅各第五章二到三节 我身碎妥 我心却心 这个新娘只在讲话 这是我良人的声音 她敲门 说 我的妹子 我的家偶 我的格子 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 因我的头满了露水 我的头发被叶露 敌尸 新娘回答说 我脱了衣裳 怎能在穿上呢 我洗了脚 怎能在玷污呢 那这里呢 假如我们把雅各 当作是耶稣与他的教会 耶稣与基督徒的关系 这样子来看的话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主来 要我们亲近他 我们说说 没有空 不是时候 也就是忽略了 主和主的话的意思 结果是什么呢 雅各五章第六节 那新娘说 我给我的良人开门 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 他说话的时候 我神不守舍 我寻找他 竟寻不见 我呼叫他 他却不回答 有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上帝 上帝也就不离我们一段时间了 诗篇五十一篇 第八节 第十二节 第十四节 这里告诉我们 世人因为悔改认罪 知道他的喜乐 暂时是没有的 等到上帝恢复他的喜乐 五十一篇 第八节 求你使我的听 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 可以踊跃 十二节 求你使我人的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 扶持我 十四节 上帝啊 你是拯救我的上帝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 你的公义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的心情 来赞美神 没有喜乐 我们前面读过 我们在读诗篇 第七十七篇 第一节 到底十节 上帝有的时候 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黑夜 困难 繁着不安的情况里面 我要向上帝发声呼求 我向上帝发声 他必留心听我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 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念上帝就烦躁不安 我沉淫悲伤心便发昏 你叫我不能闭眼 我烦乱不安 甚至不能说话 我追想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 扪心自问 我心里也仔细省察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 我不再施恩吗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 他的应许事事废弃吗 难道上帝忘记开恩 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 我便说 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 显出右手之年代 是人说上帝现在好像 不像忘了这样子的恩待我 是的 上帝智慧的计划 有的时候就让我们在黑暗中一段的事情 诗篇 三十一篇 二十二节 至于我 我曾记住的说 我从你眼前被隔绝了 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 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的 诗篇 八十八篇 耶和华 拯救我的上帝啊 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求你彻耳听我的呼求 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 我的性命临近阴间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 如同无力的人一样 我被丢在死人中 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 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 与你隔绝了 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 在黑暗地方 在深处 你的愤怒重压我身 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 你把我所认识的 隔在远处 使我为他们所憎恶 我被拘困不得出来 第十节 你岂要行歧视给死人看吗 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 岂能在坟墓里 诉说你的慈爱吗 岂能在灭亡中 诉说你的信实吗 你的歧视 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 你的公义岂能在旺季之地被知道吗 耶和华阿 我呼求你 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 耶和华阿 你为何丢弃我 为何掩面不顾我 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 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 你的烈怒漫过我身 你的金鹤把我剪除 这些中日如水环绕我 一起都来围困我 你把我的良品密有隔在远处 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 不要稀奇 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经历过的 很困难的年日 但是我们仍然有圣灵的印记的 以福所书第四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各数的日子来到的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软弱犯罪不认主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九到七十二节 彼得也三次不认主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 有一个子女前来说 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 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挤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子女 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 这个人也是同拿撒拉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又不承认 并且启示说我不认得那个人 我们没有亮光在黑暗中 但是必须要抓住耶和华 他的名他的能力的 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十节 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 听从他仆人出话的 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 当依靠耶和华的名 障碍自己的上帝 借着圣灵的运行 我们的信心爱心等等 早晚是会恢复的 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 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 就是不会陷在罪中 因为上帝的道或者道种 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他不会长期陷在罪中 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 主耶稣说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约伯基十三章十五节 他必杀我 我虽无指望 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 我所行到 诗篇七十三篇第十五节 假如看到二人发达 我们贫穷 而怀疑上帝的话 诗篇七十三篇十五节说 我若说我要这样讲 这就是以奸诈带你的种子 求上帝恢复我们的信心 爱心喜乐能力 诗篇五十一篇第八节和第十二节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使我人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们要信靠神 我们再读以赛亚书五十章 第十节 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 听从他仆人之话的 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 当依靠耶和华的名 站在自己的上帝的 虽然在黑暗中 我们若有圣灵的工作 算你赐给我们的主办的恩典 支持我们 我们就不会完全绝望的 经文有弥加书第七章 七到九节 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候救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必应允我 我的仇敌啊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却要起来 我虽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只等他为我辩屈 为我申冤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有盼望 光明会来到了 上帝与我们立永远的约 不断的施恩 上帝不会弃绝我们的耶利米 三十二章四十节 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 并随着他们施恩 并不离开他们 且使他们有敬畏的 我的心不离开我 以撒亚书五十四章七到十节 我们常常叫小维子唱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是重要的是耶和华的立约 首约的信实慈爱 永远不会撇弃他的子民道 以撒亚五十四七到十节 我离弃你不过片时 却要是大恩将你受毁 我的怒气仗义 顿刻之间向你延绵 却要以永远的慈爱 临续你 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 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 我怎样启示 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 我也照样启示 不再向你发怒 也不斥责你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 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连耶稣基督也经历过 这种被上帝弃绝的 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哀哼的言语 诗篇八十八篇 我们读过两次了 弟兄姐妹 我们要得到鼓励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 得救的确取往往不是马上有 孙子福会间断 但是上帝不撇弃那些真心相信他 爱他的人道 威明士德信仰告白 第十九章 论上帝的律法 上帝赐他的律法 有他的美意 有他的原因 总之上帝赐律法 不是要我们靠着守他的律法 而称义 得救 我们来看 上帝律法 有哪几方面的功用和重要性 十九章 论上帝的律法 第一段 上帝赐给亚当一套律法 作为行为之约 上帝接此约 使亚当和他的后裔有义务 要亲自对上帝有个别的 就是个人的 完全的 不偏不一的 永远的顺服 人若遵守这约 上帝就应许他的生命 人若违背这约 上帝就警告他要死亡 上帝也赐给亚当力量 使他有权力 有能力 遵守这律法 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 与他立约 这个约神学家称为行为之约 就是人类 当时人类的代表跟头 有义务完完全全的 遵行上帝的话 若守住就得生命 若违背就死亡了 这个约后来就已经废弃了 所以上帝再立另外一个约 就是恩典之约 我们来看上帝创造人 原本所立的行为之约 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 上世纪第一章 26到27节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虫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至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亚当 夏娃满有公义 圣洁真知识的 然后上帝向人说话 特别给他一方面的禁止 创世纪第二章第17节 上帝说 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上帝的道德律 是在人心里面 运行的是有效的 罗马书第二章 14到15节 保罗说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 就是他们的良心 同做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人类是有良知的 虽然没有实际 这么详细的律法 但是他们里面 有上帝的道德律 他们用良心来回应的 上帝要人完全地遵守的 罗马书十章第五节 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 那出去律法的义 就必因此活着 但是人能够守住吗 不能的 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 结果众人都成为罪人 都死了 因为众人 全人类都沾上了亚当的罪名 或者罪孽 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就是说众人都承担了亚当的罪孽 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加拉太书三章第十节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者 凡不常照律法书所记 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必咒诅 上帝把律法给人 但是人是没有可能行的 所以就要遭受上帝的咒诅 加拉太书三章十二节 律法原不本乎信 只说行这些事的 就必因此活着 有人做得到吗 一个都没有 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 上帝造人原是正直 但他们寻出许多巧技 约伯基二十八章二十八节 他对人说 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恶便是聪明 这个上帝原来的计划 十九章的第二段 这律法在亚当多了之后 仍为完全的义的准则 即使这样 上帝就在西乃山颁布这十条诫命 而且刻于两块十百丈 前十节 前四节是我们对上帝当今的本分 其余六节是我们对人的本分 这里告诉我们亚当犯罪之后 这个上帝原本所制的律法 仍然是完全的公义准则的 但是上帝在西乃山上 就更详细的颁布了十条 诫命刻在水盘上 律法是要我们知罪的 亚格苏第一章二十五节 唯有详细查看那 全被此人自由 自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了 亚格苏第二章第八节 经上记者说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所以我们要完完全全的遵守 若不守一条 就是等于所有都违背了 亚格苏第二章十到十二节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 那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 人是成了犯律法的 你们既然要按 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 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 罗马书第十三章 第八到第九节 我们要完完全全的遵守 一点缺点都没有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句话之内的请注意 是爱人不是爱己 爱人如己 所有的人都犯了律法 都在上帝的咒诅 审判之下 罗马书三章十九节 我们晓得 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 好塞住个人的口 叫普世的人 都服在上帝审判之下 上帝还是要我们 遵守他的诫命 不可偏离的 圣明集五章三十二节 所以你们要照 耶和华 你们上帝所吩咐的 谨守遵行 不可偏离左右 上帝在西纳山上 就把他的律法 颁布给他的指名道 写在石板上 是上帝自己写的话 圣明集第十章第四节 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 在山上从火中 所传于你们的十条戒 照先前所写的 写在这板上 将板交给我了 圣明集三十四章第一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着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 其上的字 我要写在板上 亚当已经堕落了 这个律法仍然是完全的准则 但是人做不到 所以上帝就在西纳山上 颁布十条诫命 前四条诫命 是我们对上帝当尽的本分 第五到第十条 就是我们对众人的本分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三十七到四十节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住你的神 这是戒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世界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从第三节到第十八节 我们下次开始来讲十条诫命 上帝在创造的时候 就已经把道德律给了人 到了摩西时期就把这个 他的道德律就更细更清楚的 用十条诫命来说明 再加上其他的律律典章 我们不是靠守这些律法 律律典章而得救 乃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 以致投奔耶稣基督的 律法叫我们知罪 好让我们投奔耶稣基督 我们下一次继续讲律法的功用